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也通过自己不断地努力 也算是一步一步完成了自己的舞台梦 感觉特别的欣慰 也为他感觉特别的骄傲 特别的自豪 我觉得我真的是慢慢慢慢地积攒到 我最后站到了央视的舞台上 也自己付出了努力 然后也有了这些个让我有勇气 有信心的人 然后让我才成为了一个更优秀的我 我们祝福你在舞台上永远做最闪亮的那颗心 好 好不好 这个梦让它越放越大 接下来我们就请三位老师互动一下 有很多的成年子女跟父母之间 他没办法达到一种平衡 特别是很多人说 这是叛逆或者怎么样 其实并不是 是因为彼此不理解 因为不理解 所以我们产生了很多误解 那一刻就是爱姐的爸爸妈妈没关系的 我们再来 对吧 这是一个极大的支持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 很好的现在 那我相信很好的现在一定会有更好的未来 所以祝福你们 谢谢老师 谢谢 以前的叛逆可能让爸爸妈妈着急了 伤心了 还好 我们意识到的并不算晚 那我在这儿呢 也想祝天下所有的父母 身体健康 也祝福你们能够永远的幸福 谢谢 有的时候艺术它不可能一开始就给你想要的全部 但是我觉得你的坚持 还有你的家庭 能够陪着你共同的去成长 而这一切才是让我们看到艺术真的是来自于生活 它又高于生活 它甚至有的时候必须让你经历过生活的魔力 才能够走出来 所以人生的每一次的伤痕 都是为了让你在最终的那一刻感受到 原来那就是我的成长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艺术带给我们的心灵的升华 你和你的父母 能不能给我们来一段 让我们看一看你们的这样的一个 就是说艺术之家 好 一见公主到零见 我有份公司先见 战利公儿们 小小帆 我的儿啊 天亮教训 太棒了啊 这个舞台就交给您一家四口了 好不好 好 这么多年彼此的心里话呀 好好跟对方聊一聊 好吗 准备一下 来女生们先生们 进入我们今天的向他告白 爸 我写了一封信 我在这里给你们读一下 亲爱的爸爸妈妈 感谢你 感谢你 我感谢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